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走 我是孟琪 国内的疫情是不是真的亮起红灯了呢 今天中午行政院长苏贞昌 突然来到指挥中心来视察 语重心长的说 台湾有新的状况 要大家收心了 好 稍后陈时中部长会不会直接宣布 防疫升级的新规定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锁定记者会 而另外疫情呢 这阵子是连环报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招费洪泰 昨天就开记者会 炮轰陈时中应该要被枪毙 好 这一席话马上被网友战翻了 批评说费洪泰难道还活在过去的威权时代吗 而另外全世界疫情都在升温当中 世卫大会五月底也马上就要登场了 不过即便G7的外长会议 还有美国 加拿大 日本等等的国家力挺台湾加入 但是谭德赛就是听不见 还是不愿意发邀请喊给台湾 这个时候中国居然还跳出来假好心 说没有人比北京更加关心台湾的健康 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是火大痛斥 根本就是无耻的谎言 而另外闹得满城风雨的松山之乱 今天呢火速贞洁了 闯入中轮派出所的十个黑衣人 只有一个被起诉 其他九个人通通没事 这样子的结果真的能服众吗 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第一位 民进党立法委员张鸿路 孟琪好 大家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 孟琪好 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到的是国民党文权会副主委黄子哲 主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孟琪好 大家好 稍后还会有资深媒体人温生温大哥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 我们赶快要来关注到的是 疫情是不是真的又有新变化呢 今天中午行政院长苏贞昌 突然来到指挥中心视察 是不是要宣布防疫升级 我们赶快来听一段最新的谈话 我们台湾也有新的状况 我们觉得是全国同胞齐心合力 在指挥中心的各方面 超前部署情形下 台湾才能一年多来 我们把防疫做到最好 但也因为时间久了 以及我们做出来的好成绩 大家有比较松懈或有比较大意 我今天特别再一次来指挥中心 一方面给全体防疫人员加油打气 同时呼吁国人同胞 大家该收心了 该严谨地面对新起的疫情 务必遵照指挥中心的要求 通通要做到到位 同时我们也呼吁国人同胞 要照指挥中心公布的列别 你如果可以打疫苗的 赶快打疫苗 打疫苗也是一个最好的防疫 请大家通通一起 把我们一年多来的好成绩 继续坚持下去 让台湾永远是幸福之地 好 防疫拉紧报 刚才听到的是苏贞昌院长也坦言说 台湾在今天有了新的状况 大家应该要收心了 因为今天一大早 已经有不少的平面媒体都推播 疑似有不明的感染源病例 好 是不是真的疫情已经威胁到社区了呢 我们稍后来锁定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不过在看指挥中心说明疫情之前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昨天华航现在指挥中心已经紧急启动了清零2.0的计划 好 为什么要启动这个计划呢 因为现在华航加上诺富特的群聚 总共累计已经有35个人确诊 这35个人当中机组员 机师加空服员就有14位 好 那相关的家属有14个人 也就是说有8个家庭群聚感染 那另外诺富特的员工加上这个外包的水电工也有7位 好 总共加起来35个人确诊 现在疫情越烧越大 昨天陈时中也真的很担心 他说华航的案件有可能是多重病毒来侵犯 所以在昨天紧急公布的清零计划2.0 这边要先来请教到的是任俊哥 因为原本清零计划第一个版本公布不到一个礼拜 马上就升级变成2.0 这个转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指挥中心来讲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原先我们按照自己这段时间里面所做的这个SOP 符不符合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 也就是你刚刚特别提到说 他原来有一个清零计划 后来隔不到一个礼拜马上有个2.0 因为很简单 你的原先第一份的这个清零计划 看起来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防堵 你可能的这个破口 也就是你在第一段时间 比如这两天 你在网路上最常被听到的一个讨论 就是为什么接触24时间跟25时间就不一样 对 差一小时 你说没有他刚好就是25个小时 所以他差那一小时 不用不用把他列到这里面 就再去找到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民众来讲 就是说你现在不管1.0 2.0 3.0也好 没有人去质疑防疫中心这些人的努力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肯定 那只是救华航 尤其是诺富特的这件事情状况 因为他不是第一天爆发 他就突然拼得很大空 而是从前面陆陆续续一个机师 两个机师三个机师 一直到后来诺富特 诺富特那个情况 我想大家在节目里面都讨论过 红路也都在里面提出很多很多的建议 包含到诺富特你第一时间里面 到底是怎么个清查法的 后来整个大空都是因为有人再去爆料说 五五两团七十几个 大家都没去用到 都没去里面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到 除了水电工之外 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破口 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于现在的整个 华航的状况 其实我老实讲啊 民众真的没有那么care 几点零啊 你要嘛 就是第一 就是一次重演 我说重演 意思是说不是有人去把他污名化这些人 而是真的是为了他 我相信这一些机组员自己本身 他也是人心惶惶 你现在讲说前舱的机组员全部遭围 后舱的你有派飞或什么的 我也老实讲 我光看最后一点啊 风险组跟安全组不得混飞 请你告诉我 什么叫风险组 什么叫安全组嘛 原先那四个机组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说 这四个人都安全的 为什么他没有混飞啊 他也没搭到啊 为什么谁也知道 他说可能是在诺富的 我在想可能哦 为什么 因为新的跑出来说 连模拟机都有问题啊 对 那你说模拟机有问题 咱们还相信的 又说什么 连接驳车司机也对 你知道对很多人的想法 就是会觉得说 如果他今天A也有可能中二 过去我们在疫调的这件事情上面 最重要叫做关联性 也就是我如果从这一个人 可以连接到这边 基本上我们都认为 他在可控的状态之下 那你告诉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包含华航跟诺富 哪一个是在你原先设想的 那个观点里面 有很多都超出你的意义之外 所以到昨天今天 你刚刚特别提到说 有没有可能说把这个疫情 另外再做调整 因为今天有另外一个新的案例 是五股的那个 私职会的那个前会长 那看起来有五股地区 大家有很担心啊 开始有人发道歉啊 呼吁居家 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状况来讲 如果你的 因为疫情指挥中心 在一月二十一号的时候 他有公布一个疫情警戒的标准 跟因因事项 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张的这个表 那这个表上面其实非常明显 就是说你大家在第二集里面 如果发现本土有不明的感染病例的时候 他就进入到第二集的阶段 那这个第二个阶段 就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你可以看得到 你如果不戴口罩会开罚 然后呢 你如果是有这个室内 这个这个人数跟这个室内 室内一百人 室外五百人以上的这个集会 可能是就必须要暂停 那这个是你原先所公布的这个规定 那我刚刚讲嘛 五股的那一个 其实现在就被质疑 讲说他是不是一个很 很让人家担忧的 因为那个前会长 他也没有跟华航的机师有接触 那他也没有去诺富特 通通都没有了这个状态 我认为指挥中心 等一下的这个记者会 势必要说明清楚 没有错 刚才任俊哥讲到这案例 大家都非常担心 我们赶快来听指挥中心 目前正在召开记者会 中心的记者会 今天记者会 还是由我们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那我们副指挥官 以及专家咨询小组的张召吉人 还有社区防治组的 社区防治组的 专家咨询小组长以及医疗应变组的罗 艺均副组长以及我 也同时在会长这来回应各位 现在先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工作的一个状况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 我们今天大家跟他宣布有事例加上其中有11例的案例 那事例是境外移入 那都从印度 那其中有三位 是在前天5月8号 5月8号入进来的飞机 他扮演变作1204到1206 那都是50多岁男性 40多岁女性 20多岁的男性 都是本国籍 那 在去年12月 今年3月2月到印度工作 那其中1204他没有症状 那1205 1205在4月24 4月26 陆续出现相关的症状 1206 在5月3日也出现症状 那他们都是5月8日 待同一个班级返台 那大级前3日的检验陰性报告 那1204入境后到几天所检疫 正在5月9号接受裁检 那按1205及1206是在入境的时候 有告知说有相关的症状 所以在机场裁检 那三人介于今日确诊 按1204CT值29 1205CT值30 1206CT值29 那就是说昨天已经有公布两个案例 他们是该班级总共有五个人 确诊 那全机71人 介于昨日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 那本来是居家检疫 那按1207 在第二 在昨天 他长期在台工作 是印度籍 今年4月22日返回印度处理失事 5月9日 再来台 那有大级3日的阴性报告 那在集中检疫所检疫 那5月10号接受裁检 那今日确诊 低值30 那在台期间没有症状 那同班级的接触者 一人列为居家隔离 那从印度在这两天的在民航班级回来的 总共有73位 那全部在检验到目前就已经有5例 那前天回来都检验完毕了 那昨天回来的 人人在检验中 那另外我们新增了7例的本土的案例 那1例为1187的接触者 1187的接触者 那这个列为1201 是12 40多岁的女性 是1287的同住家人 那近期没有出国死 也没有疑似的症状 那因为1187检验确诊 那9月5月9号 近卫生单位安排 我们就是在居家隔离 那也拆检 那今日确诊C值22 那接触者3人 介于匡列为1187的接触者 所以没有重复再重复的匡列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比较多的一个案例 这里面大概应该是说有 两起 两起的一个不明感染 目前还是不明感染源的 的一些社区的感染 那分做2块 那1块是1202 这一群 那他这群里面总共有 1202 1208 1209 1210 1211 这样的一个群聚 那另外在另外一个就是在 新北的卢州 那也有一起 那这1201是本国籍40多岁的女性 是 有没有 1202 我想要讲1202 1202为本国籍 生10多岁的女性 那宜兰罗东镇 中镇北路 银河百家乐 那地址是宜兰县罗东镇 中镇北路 42号至2 基本上他在发病前可 可参染期 5月7号 8号 9号 他都上这大夜班 就临时到8点的班 那上下班都骑摩托车 那他因为在5月9号出现发冷 全身无力 咳嗽发烧等症状 在医院就医剂裁剪 那近日确诊 实地值20 那在个案有一个亲密室内密闭 拥挙的场所 且顾客停留时间比较长 传播风险较高 卫生单位接获 那速度很快 他们昨天晚上接获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立刻展开相关的疫调 那先匡列了37名 那陆续还会在匡列中 那37名很快 他们就 已经踩了35名 那 也立刻检验的报告 也就17个阴性已经出来了 那阳性4位 检验中14位 代彩2名 那我们非常谢谢 这卫生局的行动非常快 在 其实我想他们昨天晚上大概都连夜 都没有睡觉 那把这个疫调做得非常的迅速 那他这里面的相关1208 1209 1210 1211 他是1202的同事 1208的CT值是11 1209的CT值是20 1211的CT值是25 那皆为女性 年龄介于十多岁到四十多 多岁 其中两人无症状 那其中的1211到5月8日 他就有一个不适的情况 那案1211为游戏场 游戏场的常客 CT值12 三十多岁的男性 那5月9日曾有咳嗽 腹泻的症状 那这5名的 游戏场相关个案 近期皆没有出国 那持续要调查他的活活动时 及接触时 以理清感染源 那因应本期的群聚事件 该游戏场即日提止医院 全数的员工居家隔离 并采检 那今天开始 卫生单位 已经开始进行环境的消毒 及防治的措施 那另外请游戏 游戾场 因为他是整栋 整栋都是有些相关的游戾的 的场所 请该这个游戏场同动其他 资厂及业者进行员工造册 及健康监测 如果发现有COVID-19 肯定相关的症状 务必通报 卫生单位 以指定方式就医 不可自行就医 那另外一起的 本土的案件 一二零 一二零三 一二零三 一二零三是本国籍六十多岁的男性 那也是近期没有出国室 5月7日出现疲倦 咳嗽 胃寒等情形 那5月9日因发烧到医院就医裁检 那今日确诊CT18 那感染源也带厘清 初步掌握个案接触者 一百一十五人都列为先列为居家 隔离 那其他接触者持续调查 框列中 那这也是在 这个是上面看到的是一二零三的公共场所 的活动室 那这些都是根据他的一些口述 的一些活动室 那我们大概还经过 警政相关单位在予议 确认 那5月4日晚上 在京華廳餐廳 新北市 新莊區 中桿路 199號 那5月6號 在下午4點到5點半 再來來按摩 盧州長安店 新北市盧州區長安街 116號 那晚上在大風車婚宴會館 在新北市盧州區急鮮路395號 那這案子都要在5月20號 如果有相關的 情況 都要跟衛生單位來做一個通報 那這1月2期1202的活動室 1203的活動室 那當然其他的 相關的活動室 我們有報告 就會跟大家來做進一步的 報告 那 另外 我們本來那天是到5月17號的 全國議員及長照機構 那我們要延伸到6月8日 6月8日 除例外情形停止開放 探兵及探視 陪伴者 陪伴者人為一人 那跟原來的規定是一樣 那相對本來跟大家報告之後 我們在社區感染的邊緣 那我們大概可以把它有出現導致 零星社區感染病例 那感染用不明的本土 個例 那3是單週出現3件以上的群聚 那4 就是本土的病例快速增加 那是把它分作這樣這4個級 那本來是在1級以前 那現在 因為出現了感染不明的本土病例 我們就 宣布我們這個疫情 這樣的一個 集會的指引 就升到第二級 第二 第二級 那當我們這個時間實施的日子到6月8號 四周 觀察兩個循環 那對於就是說避免 我們要求避免出入人 多擁擠的場 場所 高感染傳播風險產域 那民眾 必須依照 規定全程佩戴口罩 為遵守規定 且勸導不聽者將嚴格開罰 所有的集會活動 須落實 確保民眾維持社交距離 或 全程佩戴口罩 使用隔板 或 實聯制 體溫量測 消毒 人流管制 總量管制 動線規劃等措施 那否則應該要緩辦 暫緩辦理 那3 原則上停辦 室外500人以上 室內100人以上的 集會活動 就是原則上這些超過500人的室外 超過 100人的室內活動 我們希望是能夠停辦 但上述集會活動 若能採固定座位 且為梅花座 使聯制 全程佩戴口罩 禁止隱私 得提報防疫計畫 報警地方主管機構 核准後實施 那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 應確保民眾維持社交距離或全程佩戴口罩 使用隔板 並建立實聯制 執行量測體溫 手部消毒 環境消毒 人流管制 總量管制 動線規劃等防疫措施 那如果無法落實前述的措施的場所 應該要暫停營業 那必要時將強制關閉 休閒娛樂 相關的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 若沒有辦法遵照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餐飲業因落實用餐時連制 環境定期 清潔消毒 從業人員佩戴口罩 勤洗手 協助顧客量測體溫 手部消毒 公塊母池等個人防護的措施 非特定對象 並說共餐時需維持適當距離 或使用隔板 那無法落實前述措施者 建議民眾外帶用餐 那雙鐵 台鐵 高鐵 客運等大眾運輸 禁止飲食 那5月15日起 那雙鐵 乘計 乘計 乘計列車 禁戰票 好 那下面的 上的措施 將由各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及地方政府 加強督導及 集合 請民眾務必配合 共同營守社區的防線 那另外在相關這幾天的個案 採檢的 結果 這已經弄過 那另外1183 1184的接觸者 那已經都採檢完畢 那陰性21名 陽性1名 大概就是1187 大概就是1183 傳給1187 那仍然有兩個檢驗中 那很快就會有結果出來 那華航的一個擴大採檢的方案 現在已經 大概就剩下18人還沒檢 等於是總共檢過了12 1261人 總共檢了12679人 那因為18名 都屬於就是說休長假 留資停薪停飛 這些基本上很多也在國外 所以將來 有回來我們都會採 那不過這個擴大採檢方案 我們就除非有新的 案例 那否則我們就不再跟大家 多報告 這當作一個結案 好 我們今天先報告到這裡 那 另外華航這個案子在 這兩天有人在就講就是說我們是不是 本來就說14天是沒有辦法 那天我主要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時時間要像以往這樣子 都全部召回居家檢疫14天 那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那經過這段時間 大家的研議 那跟黃航 一直這樣做一個比較 詳細的搓 搓傷才會搓貼 那個長 2.0的清零方案 那基本上這樣的一個清零方案可以確保 社區的一個安全跟機師的一個 格局 那運量 當然以黃航的估計 大概都可以維持到 八九層 那不至於對 公司的營運 或者是對於就是 社會經濟 我們在外貿上面 基本上 它影響會減到最低 那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那這樣其實這個方案 其實就對機組員非常的辛苦 整體的輪迴的時間會比較長 那我要講說 謝謝黃航的機組員的配合 好 現在有問題要提出來 好 剛才聽到今天一口氣新增了11例的確診病例 其中4例是屬於境外移入 都是從印度搭機返台的 好 另外7例是大家最擔心的本土病例 其中一例是在宜蘭 我們看到這是案1202 它的公共場所的活動室 好 這位確診者 他5月7號 8號 9號連續三天 他都上大夜班 從凌晨0點到早上8點 他是在宜蘭縣羅東鎮 中正 北路的這一家 銀河百家勒的游藝廠 好 那疑似這位確診者還有其他 還有好幾名的群聚感染 目前呢 指揮中心是還在疫調當中 好 接著來看到的是另外一起在新北的個案 這是案1203 它的公共場所活動室呢 5月4號晚上好 幾點目前指揮中心還在清查 他是在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的精華庭餐廳 好 另外5月6號呢 下午4點到5點半左右 他是在新北市盧州區長安店的來來按摩 好 另外還有5月6號的傍晚 他在盧州區吉賢路的大風車婚宴會館 好 那目前呢 今天所公布的七例本土個案 其中一例是跟華航機師有關 另外6例就是分別呢 跟這個新北 還有宜蘭的這個群聚案有關聯 好 目前指揮中心剛才也講了防疫升級到第二級的警戒 而且頒發了新的防疫規定 也就是說呢 原則上室內超過100人 室外超過500人都必須要來停辦 好 有關於疫情的最新說明 我們稍微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來追蹤 好 今天台灣新增了7例本土個案 雙北市長都先後要來召開記者會宣布防疫升級 先來看新北市長侯友宜的最新記者會 看病 禁止 長照機構的知識形採示性 教育局有直擊風險的校園暫停對外開放 今天我宣布 如中 新莊兩個區域的校園 全部對外不開放 現在也暫停對外開放 所以等於不開放 其他的地區 我會隨著疫調 馬上做滾動式的檢討 區長們隨時跟我通報 只要有直擊所構 有風險 馬上校園保護孩子 都是停止開放 其他的 不管是老人共餐 已經停了 親出館才議約 這個我就不再說了 光閉通風不良的活動工程 照我救 一直到6月8號 除了這個以外 我特別提醒教育局 校外的畢業旅行 能夠延後就延後 至於校技的交流活動 全部暫停 當然 今天面臨了整個社區感染 從新北 羅東 感染源都來不明 再加上 諾富特事件 引發了三十幾件 讓大家 全民 一定要全力以後 把疫情做好 所以 當疫調出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啟動所有的環保消毒 包括爐洲 包括新莊 我們在昨天已經消毒一次 我們已經把它當成社區感染 全部在所有的公共領域裡面 全面消毒 不是只有直擊過的地方才消毒 已經全面展開消毒 尤其爐洲地區全面消毒 等一下 我會去看 這是消毒第二次了 昨天 重點消毒 今天 因為感染源不明 全面消毒 把它視同整個社區感染的作戰方式 全面啟動消毒 所以環保局 我等一下會去看 爐洲的公共領域的消毒 有沒有做到徹底 除了這個部位以外 我也特別建立中央 因爲今天疫情 確實 大家要緊繃起來以外 我們更要 直接面對 而且 一定要把篩檢的量要擴大 不怕 找不到 只怕你不願意找 大家努力去找 因為只有找出來 我們才能夠堵住 疫情 所以我建立中央 要擴大匡列 擴大採檢 要擴大匡列 擴大採檢 如果再有個案 應該進一步 在高危險區域裡面 做普篩 我們不但要擴大採檢 擴大匡列 如果你今天再有個案 在一個高危險區域 出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採取普篩 不要怕發生 拆出來是陽性 我們真的要前面防捕 今天怎麼突然流動 跑出這幾個個案 我剛剛看CDC才知道 我們今天以為只有新北市 有一個本土感染源不遠 但是我們看了不是只有新北 我想新北的足跡也會涉及到雙北 甚至涉及到諾盧特當時候的桃園 都在北台灣又涉及到宜蘭 好 防疫升級 剛才聽到侯友宜市長出來宣布 新北市要全面提升防疫的等級 因為今天所公佈的案1.203 就是它的活動範圍 就是在盧州跟新莊 我們看到5月4號 晚上它在新北市新莊的金華庭餐廳 5月6號它分別到盧州的來來按摩 以及盧州區的大風車婚宴會館 好 因為這個足跡遍布的新莊跟盧州 所以剛才侯友宜也宣布 新莊跟盧州的這個所有的學校 從今天開始呢暫停對外開放 好 紅綠委員是新北市的這個委員 我們想請教目前來看到的是 因為這個案1.203它的感染源真的不明 所以現在整個新北呢 防疫是大升級的狀況 我覺得侯友宜侯市長這樣做的很對 中央都已經升級了到二級了 這個等於說我們必須很沉重的講 就是說台灣現在就是有社區感染的 而且是感染源不明 感染源不明是我們最擔心的 而且紅綠委員我們看到這個足跡 這個餐廳或是按摩店婚宴會館 這都是很多人聚集的地方 沒有錯 像這個什麼大風車婚宴會館 我在板橋當立法委員 我們常常都也會跑去那邊 這一家餐廳去跑行程 不是 有很多人辦婚宴辦什麼的 或辦大型的活動 比如說社團或什麼的 就都會在這種大型的餐廳 那你想想看他的晚上去的話 我相信那個餐廳一定是很多人 那我們有感染源的人 如果你走過其實他摸過的地方 或什麼的等等的 都會有留下病菌 所以這個是讓我們很擔心的問題 所以侯市長如果說這樣子擴大的 這樣子的防疫的措施 我認為是很合理也很必要 那中央都已經升級二級的 那地方來配合我覺得是應該的 也是做得對的 尤其是你看到這個1203這個 他不只去過那一家婚宴會館 他去按摩店 雖然按摩店可能是人比較少 但是是反而更密切的接觸 那那一天去按摩店 也不知道多少人對不對 那你像兩家餐廳 那個人都是很多的地方 而且吃飯怎麼可能戴口罩 不可能 而且不可能 而且吃飯除了不戴口罩 他的這個拖衣啊等等的 一定跟筷子跟什麼一定有接觸到 所以這個就是讓我們擔心的 那我相信這個1203他本身他也不知道 他有染病所以我們也不能怪他 目前感染源還查不到 可是我相對的來講 像蘆洲的這個我比較沒有像宜蘭這麼擔心 因為你要知道上個禮拜的 這個諾富特的那個外包工 他好像就有去過蘆洲嘛 他有在蘆洲有活動死對不對 所以他有可能是從那邊出來的 那等到時候病毒的序列 如果去如果是同樣的 就有可能比較確定 但宜蘭的 我們之前看到的所有的活動死 好像沒有到過宜蘭 對不對 你宜蘭怎麼會爆發出來 這個我們就很擔心 所以在這樣子整個台灣 有這個不明感染源的情況之下 我不認為只有新北要升級 我認為全台灣都要都要升級 一起來做 像剛剛講的那六大措施 包括戴口罩不帶要罰 然後一百人室內的機會不能辦 戶外五百人不能辦 鐮刀雙鐵火車什麼等的 都不能飲食的不能有戰票 我覺得這是最應該的最基本的 不過我在這邊也是要跟所有的 台灣的在住在台灣的人 我覺得要呼籲 因為這一年多來我們好像很順 大家有點比較放鬆了 應該要趁這次也要收收心了 就是說政府規定的防疫如果升級 但如果大家都沒有配合的話 我認為也收不到效果 我相信在座我們這很多人 這以前一段時間都有去過很多餐廳 那個餐廳的量體溫 我說真的我自己都覺得 量的有的不夠確實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除了政府的規範之外 大家要有同樣的心理來面對 因為我們如果不把這控制下來的話 我跟你講這個馬上又要暑假到了 暑假又到了 你看你現在我們如果到六月八號 其實再沒有多久 就是暑假了 那如果你六月八號是我們現在 從現在開始 那如果有控制住 才能夠在六月八號解除 那如果明天又有的話 那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所以我們大家 國人要共體時間 我覺得現在應該要這樣 沒有錯現在防疫升級 我們來看到剛才指揮中心 所公佈的這個疫情警戒的標準 目前台灣來到了第二級 也就是出現了感染源不明的 這個本土病例 所以如果沒有配合戴口罩的規定 可以予以來開罰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六月八號 停辦室外五百人以上 還有室內一百人以上的集會活動 那因為剛才其實紅鹿委員 有講到宜蘭的這個五個人群聚 這是大家目前最擔心的 尤其呢好這位他是在 他的足跡是在這個遊藝場裡面來工作 那我們在這邊呢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有可能我們要連線 這個宜蘭衛生局也即將來召開記者會說明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們看到今天七例本土個案當中 宜蘭這邊就發生了五例的群聚感染案件 好其中一位M1202這個本土病例呢 他連續三天5月7號8號9號都上大夜班 好那他的上班場所就是羅東鎮 中正北路42號2樓的銀河百家樂遊藝場 我想趕快來請教溫大哥的是 剛才大家都說為什麼宜蘭最讓人擔心 因為我們目前所知道的 包括華航機師或是諾富特的員工 他們的足跡是遍布雙北跟桃園嘛 可是問題是沒有人去到宜蘭 那宜蘭為什麼會突然爆發這樣的群聚感染 真的讓大家是憂心忡忡 溫大哥 宜蘭本來就好山好水嘛 那他又是在後山 那主要因為雪水開通之後 各位要知道現在到宜蘭是尤其羅東 很多班車都可以直達 非常方便 比火車還方便 所以坐巴士的話 你大概四五十分鐘 大概就可以從台北市抵達羅東宜蘭 來自於郊西了 所以他這個地方會發生 大家意想不到 我想可能 各位大家都忘掉 三雷里三小媽祖 馬祖的那個 算是慶典 在那個時候大概是達到高峰 所以剛剛看到說蘆洲 蘆洲那個地方也是嘛 你看那個時間點 大概都是這個廟會結束 那大概就有聚餐或者有一些婚宴 所以這個羅東這個事件 我覺得是一個警訊 因為講實在話 台灣人現在慢慢有點舒服了 我們在馬路上看到很多人不戴口罩 真的很奇怪 以前警察還會叮嚀 現在好像見怪不怪 就是說你愛戴就戴 不戴就不戴 那當然這個 我覺得華航這個事件 當然是最主要 那當然現在各方面都在追究 因為這些機師他的活動範圍很大 你不要以為說他們只有在桃園或雙北 可能有些人也跑到宜蘭去了 只是說還沒有查清楚 那現在剛剛侯友宜這樣一個宣佈 聽說主要是因為五谷的一個獅子會前任會長 好像感染了 所以這個報紙大概也披露了一下 但是他發現盧桌跟新莊已經引爆 所以要馬上進入緊急狀況 這樣是對的啦 因為台灣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你不要以為說只有桃園島霉 不是 它絕對會連結到雙北 雙北之後一定就擴散到宜蘭 宜蘭再下去就是花冬 台灣本身就是一個小島 馬上就會擴散的 不要以為說那是那邊的水銷 很多人說現在桃園最好不要去 不對啊 人會移動的 而且不明現在是最重要的是不曉得 在哪裡 這個是最可怕 所以現在應該要防疫從嚴 絕對不要再有一絲鬆散 是 防疫必須要從嚴 趕快再來請教這個配分 因為今天新北這個盧州 新莊地區剛才侯市長都說了 已經全面的消毒 而且這兩個地區的學校 從今天開始東通這個暫停對外開放 那另外宜蘭的部分真的讓大家很擔心 因為包括剛才大家休息時間也有討論到 這一家這個百家樂樓上 其實也有蠻多這個營業的場所 大家很擔心這個出入的人員 好 那目前指揮中心也說 其實匡列了蠻多人目前正在做疫調 但是我們看到剛才講到的嘛 現在台灣人真的好像防疫的這個新防 比較鬆懈了 是不是真的要來全面提升了 是真的就是像我們蘇院長說的是應該收心了 因為畢竟說其實防疫一年多 其實也不得不說大家確實都挺辛苦的 每天都是挺戰戰兢兢的 那到現在確實有一個 因為台灣一直保持著一個很好的狀態 所以好像大家漸漸的也有點卸下新防了 有點覺得說好像可不可以喘一口氣 然後開始會到人多的地方去 可是其實人多的地方它就有傳染的風險 那從這一次可以看得出來說 剛好也是很剛好就是像這兩個案例 這兩個特別嚴重的案例 他們去的地方都是人會聚集很多的地方 包括聚餐的會館啊 或者是遊戲 就是他在遊艺場工作等等 那這個其實這些地方不只人多 甚至有些時候其實它的空氣的流通不見得是最好的 所以這樣子一來喔 其實不只是說我們說這個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部分 甚至你的感冒流感等等都很容易傳染 所以說這也還是要呼籲大家喔 就是現在爆出來它真的是一個警訊 那我們看一下全世界 其實像巴西它每一天它現在單日確診4萬人 印度它單日確診40萬人 你說台灣的狀況當然跟他們比起來是好很多 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現在全球這個疫情真的還沒有好 而且第三波才好像芳心慰哀 好像在很多的國家很多的角落 才剛要爆發這個更近一波的疫情的狀況 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人多的地方盡量不要去 那其實我剛才也是有點小擔心的是 因為我們母親節剛過 母親節的時候其實相信大家也會出去聚餐 或稍微出去慶祝一下 那因為大家都出去所以很多的群聚的狀況 應該也都是有出現 所以這裡也真的是要呼籲大家 接下來應該母親節過完 離下一個大節日還有一陣子喔 那其實大家看到現在這個雙北啊宜蘭啊 等於整個北部的很大一個部分 然後甚至可能有些地方不太確定說 有沒有可能有大家會擔心 所以還是就是出門的話當然勤洗手戴口罩 這就是最基本功啦 這是絕對不可以省的 尤其現在口罩已經這麼便宜 這麼容易取得了 其實像我就是我不只是會戴著口罩 甚至包包裡都會放個幾個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不小心弄丟啊 或者是說旁邊人沒有的時候 也可以幫忙協助 像清洗手戴口罩然後保持社交距離 我覺得這一點保持社交距離 尤其大家可能最近比較疏忽了 這些其實都是真正最重要最重要 防疫的一個關鍵 沒有錯除了戴口罩之外呢 從今天開始 現在這個台鐵或是高鐵的車上 也都禁止飲食了 現在防疫全面升級 不過面對這幾天呢 再加上過去華航的事件 疫情連環報 所以國民黨呢昨天召開記者會 費洪泰委員就炮轟啦 說指揮官陳時中應該要被槍斃喔 他說出這一句話引發了眾怒 網友就在罵說 國民黨的費洪泰是不是活在過去戒嚴的時期呢 我們收回來大家一起來討論